哎呀 这风景真是太美了 Kitty 你瞧咱俩坐的这个地儿 赶上人家收船了 都下船了 咱俩在这儿站人家地儿在这儿聊天 收工了 No problem 我看了一下在瑞士 就是涉外婚姻的比例挺高的 嫁给老外的中国女子还是蛮多的 比例高 是不是 对 但是这个比例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吧 为什么呀 有的人是在中国认识的 或者是在其他国家认识 搬来瑞士的 但是如果就单讲 从中国到了瑞士的女孩 你在这儿工作 在这边学习 这边工作 那大概率会是找一个当地的人结婚 对吧 因为这里毕竟中国人很少嘛 再找到顺眼的就更难 那倒也是 就是选择性太小了 对 因为我现在在北美生活嘛 我总感觉欧洲的这个中国人啊 他融入文化的这个程度 显然要比北美的华人 融入本地文化的程度要高 因为在北美 像我在加拿大 华人那么老多 就我们那块家里十几万华人 肯定有中餐馆 有中人的那个团体 中国人那个圈子比较大 你们这圈子那么小 那你不得已就必须要融入嘛 对啊 所以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不得已 如果你有的选择 可以吃中餐还是吃西餐 你当然吃中餐了 但凡有一个插家趟在哪 对吧 你中国城 你扎进去 你不用说外语 吃东西什么中国习惯 你全都可以维持原来的样子 对对对 对吧 但是这边没有这个 不得已 也不是说 哎呀 我就这个思想开放 我就要融入 融入本土 那是没的办法 你没的选择 没的选 那你在这边融入这边的文化 比如说像你这种 跟瑞士人生活在一起 在你们的平常的生活里边 有什么样的那种文化冲突 最明显的是什么 我其实没觉得有什么冲突 我倒是觉得按人说 因为你找对了人嘛 就没有任何冲突 你找的人不对的话 那你在中国找个中国人结婚 他也不一定就对了 对吧 你还是一样有冲突 其实最主要的冲突 我觉得来自于你的交易背景啊 家庭教育啊 你的观念啊 但是这些东西呢 决定在你这个人 是不是足够的开放 如果这个人是开放型的人 他愿意接纳 愿意尝试 愿意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这个冲突其实是不存在 不管你是什么教育背景来的 那你如果是一个 就是死脑筋的那种人 那眼界狭小的人 他只认自己这点理的 那你到哪跟谁都是冲突 那你说像本土的这个瑞士人 他从来也没有去过亚洲 他跟一个中国人结婚了 我觉得这个大概率都应该会有 上的冲突 摩擦摩擦 对一定会有的 就吃个东西 吃个食物 我们中国老吃鸡爪子 那他绝对受不了 我记得好多年以前 我们几家人 说一起吃个火锅 就都是中国女的 瑞士这边男的 老公是瑞士人 老婆是中国人 对 说一起凑着吃个火锅 然后就开始了 我家的不吃蘑菇 我家的不吃这个 那家的不吃那个 就没啥吃了最后 对对对 不吃了太多了 我看他们 马诺尔超是有卖牛舌头的 但是他没有卖鸡爪子的 猪蹄子有卖的 猪脚猪尾巴都有 有的时候都有 但是我觉得一般瑞士人 他应该拒绝吃鸡爪子 这个肯定是共性 鸡爪子我估计都像 但是你说猪脚他就吃 然后你说他们会说你们吃狗 但是你说这里的 那是韩国人吧 韩国人吃狗 不是我是说 这里的人会说中国人 你看你们中国人吃狗肉 但是你说这里的人 他吃马肉 他吃兔子肉 多可爱的动物 他不也一样吃 对对对 所以就是标准不一样 对不对 其实他们瑞士人就是说 我觉得他们太事了 不会吃 就是我那时候问过 苏黎顺那个发型师网浩 他说他们 他们瑞士人 那个皮吃到嘴里 不知道怎么吐出来 你知道那个 我那时候跟那个公共婆婆 一起住的时候 我刚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 妈弄你去要 这么大的三文鱼头 那个时候是不要钱的 他们是直接丢了几桶子 不会做 现在都要钱了吗 超市里 为什么呢 它变化是 现在中国人也多了 会吃的人也多了 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媒体 什么教你 什么做东西之类的 现在中餐厅也多了 什么都多了嘛 就都要钱了 对我记得好像肉店的骨头 你问他也不要钱都给你 咱们不用骨头熬汤吗 我去要肉店的骨头 我的天啊 那人不要太热情 超市那个购物袋 给我装了两袋子出来 我说要那么多骨头干嘛呀 我说不行 你这个骨头 你要给我量一下尺寸 你这么长的 我锅都进不去 就他们不啃骨头 我说是不是啃骨头 中国人特有的呀 是不是 你想一想 哪个种族的啃骨头 感觉中国人比较喜欢吃 带骨头的人 就是啃那个大骨头棒子 你说外国人看不见 大骨头小骨头 他们都不会 他们就吃鸡吃两边 那个最好吃的都留着 把中间那个吃了 对吧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 在饮食文化上的一个巨大的差异 对不对 然后咱的早餐都是热的 它的早餐都是凉的 然后都是甜的 早餐甜的 它也有火腿啊 什么风干肉啊 我觉得瑞士的风干肉很好吃 对 而且它的面包很好吃 你有什么吃不惯的吗 瑞士菜 我估计这么多年 没有什么吃不惯的 都早习惯 好多中国人会吐槽欧洲的面包 壳太硬 中国人习惯吃软绵绵的 那是说明它还没有完全的融入这边的萌萌 我刚来也一样 我刚来在瑞士吃面包 我要把壳掰掉 我现在就找那个硬壳吃 对啊 我觉得香 你看咱们都被铜挂了是不是 所以你就觉得这个环境改变人的力量 我觉得挺神奇的 刚来的时候啥都吃不惯 浑身长刺 这批拼 批拼这批拼那 现在你时间久了 你没得选择 顶多你自己在地里种点菜不是 所以这都是有形无形的融入啊 对啊 对啊 对吧 有那种过不下去的吗 因为这个文化差异这种的 少呗 没有 我觉得发生矛盾就是论事 矛盾就是当下的一个矛盾 就是论事 但是如果说一个整体的一个冲突 我觉得其实是没有 那我要是问你说 你作为一个老移民 你来瑞士这么多年 两个孩子老大都长大了 你最喜欢瑞士的什么 你说得出来吗 瑞士的风景啊 我觉得一般人 到处都是明信片 你随便卡对吧 卡哪都是明信片 我觉得一般人都会说 瑞士的山水 太漂亮了对吧 对啊 最不喜欢的是什么 最不喜欢的 我好像还真没有什么不喜欢的 吃的上面肯定是不喜欢的吗 不习惯的吗 吃的我也喜欢 吃的我也喜欢 我们家你看现在我们家没有老外啊 但是我定期都会吃那些奶酪火锅啊什么 我都会要吃的 就想那个味了 就是已经被通化了 环境给你改变了 把你的就是说把你的味蕾 就是我觉得这个味蕾就是人 我们作为中国人 你这个味蕾是有记忆的吗 就我自己来说 别人跟我说说 头离开中国的前五年 你会特别的馋 我想起来那时候 我在北京都不吃烤鸭 哇塞去加拿大 就谁来看我 给我背烤鸭 所以就五年过了以后就好像你就不那么馋了 那你现在呆了多少年了 二十年了 二十多年了 对啊 那就说明你的这个味蕾 对你最初的小的时候 儿时的记忆的那种 记忆已经淡化了 没那么强烈了 我觉得我在理智正常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说非要想吃什么这么一回事 所以我对吃真的是走到哪吃到哪吃什么都可以 但是最想的阶段就是怀孕初期 怀孕之后都没事 就是怀孕初期的时候 我就会额外的想要吃什么 然后我就记得特别清楚 那时候怀我们家老大的时候 那是嗨口那不算 那嗨口那 鸡爪子 对对对 一下飞机 我朋友就北京机场直接拉着我 就去吃 你知道我吃了多少龙那个鸡爪子 天哪你怎么嗨这口 我就是酸辣 就是一定是酸辣 那你要是现在让你马上要回天津是吧 对 你想吃啥 要入你脑海的第一顿 我要吃啥煎苹果子 煎苹果子多了 太 太奇怪 我就是 儿时的记忆 其实就是爹妈小孩喂你的啥 你长大了就想啥 对不对 但是你说环境就把你放到这了 你说咱们夏天欧洲也到处跑 你就看这些海外的这些欧洲的这些华人 我觉得基本上都调的差不多了 但是如果有选择的话 肯定还是会选择吃中餐呗 炒个菜炒个土豆丝炒个小青菜 来个干锅手撕包菜 你平常那你买那些土豆啊扁豆啊 你都怎么做啊 你还不是得按中国人的做法做 有什么都有 有的是烤 省事的 烤空气炸锅 空气炸锅 大薯条 那你们家孩子呢 爱吃什么菜 都爱吃 都行 对 我觉得我们家应该算 甭管在中国说 我还是在瑞士说 都算是很开放的家庭 就是真的是给啥吃啥 啥都喜欢吃 瑞士确实挺美的 你想咱俩 我很多时候做这个访谈节目 邀请朋友出来聊天 在瑞士 就往哪一座 身后都特漂亮 美极了 我妈那会来就说嘛 到处都是明信片 没错 都基本上拍什么 根本不用滤镜 用什么滤镜啊 拍出来都美极了 这帮人干嘛 这是出去玩船去了 收船的嘛 刚才那一片嘛 现在就回来了 对就是他们 对啊 我供莫的是不是也是一个 船船club的 对 组队出去的这样